西灣河發生懷疑若狗案 一個單位中有十多隻狗 部分懷疑被膠索帶綁著嘴受傷 警方抓了一個36歲的女人 涉嫌虐待動物 晚上獲准保釋後查 1月中再向警方報道 現場是西灣河新城街8號 一個單位的平台 外戶動物協會接報 懷疑有9隻受虐待 到場了解後報警 單位有十多隻狗 部分狗的嘴被膠索帶綁著 見到有明顯的傷痕 綁著的位置開始滲血 他們之後由外戶動物協會帶走 警方也帶走一名女子協助調查 外戶動物協會認為 今次的虐待事件嚴重 索署來說其實是嚴重 因為牠基本上已經入獄 而且部份有些血水滲出 整體上狗的健康狀況 可以接受 主要來說 都是牠的嘴方面的問題 因為不止有新的傷痕 還有一些舊的傷痕 有附近的居民說 平台的狗有時造成滋擾 可能被牠吠而已 我估計應該就是這樣 剛剛我們在牠樓下 那時候不停聽到有狗吠 有臭的味 我們一打開窗就聞到味 所以我們長期都關上窗 單位樓下的商店 曾經多次向食環處和區議會 投訴 投訴單位發出臭味和有噪音滋擾 但多年來情況都沒有改善 無聲電視機站 尖前榮 動物就不懂得說話 警方查這些案件的時候 會不會很難找證據 另外警隊有沒有需要請動物警察呢 尖前榮 冬勝 我們先看看舉報數字 其實外匯動物協會 每年都收到900宗舉報 比警察收到的多很多 好像今天這宗案件 都是由協會先收到投訴 再找警方來抓人 所以警方就和外匯動物協會的團體 成立了一個機制合作查案 提高了虐待動物案件價破案率 他們調查近一宗華爾兇殺案 有沒有認到這隻貓 那樣子 早幾天呢 早幾天就在前後 黑白色 查家就是這名受害者 外匯動物協會調查組 有20多名調查員 協助警方初步調查 華爾虐待動物的案件 近期多個地區 懷疑出現弱貓狂逃 調查組就要靠經驗 判斷到底是有人蓄熱傷害 還是意外死亡 協會每年接獲大約900宗的個案 大部分都不涉及刑事 其中一成案件 是主人的疏忽 令到寵物受傷 協會會發出警告 另外有百分之三 懷疑涉及虐待動物 就要轉交警方執法 早前在觀塘信天村虐貓案 幾名疑犯事後被拘捕 警方說過去三年 平均每年有10宗 檢控虐待動物的案件 而警方連同漁護署 外護動物協會等 過去一年推出動物守護計劃 接到49宗舉報 破案率達到三成三 而漁護署亦會派出動物法醫支援搜證 對於有意見要求警務署成立專責部門 調查虐待動物案件 警方認為目前的機制已足夠 所有刑事調查隊的人員 即是CID都經過專業的刑事調查訓練 他們絕對有能力升任去調查 和處理每一宗的虐待動物個案 有一個既定的程序 在這個程序裡包括需要人員 去識別相關的動物 是否因為虐待而自死 他說懷疑虐待動物的個案 和其他罪行一樣 警方都會一時同人處理 虐待動物的最高刑罰 是監禁三年和罰錢 不過過去的案例 判得最重的都是監禁四個月 保護動物權益的團體 希望當局加重刑罰 才能起到作客作用 好啊